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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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做啥 喝的晕逼呀 我一太给他俩全了 就直接打了 我一句 直接不行人事哦 我靠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隔半年我又来到了大阪 不过这次是来工作 但是工作之余 我们也可以拍点别的东西 而且明天我们还要去京都 所以临时再加一期节目 看看我们在大阪和京都会去哪 都会逛哪 都会去哪 吃什么 玩什么 随机发现的一条街 我这一看就感觉这里面很有意思 看这门口这一块 看这些老球 都是一看pony 我靠七十年代了 七十年代的danner 七十年代了 拳都是什么 我扭自己的呗 这还好玩啊 老哥一看就特别懂 这老板一看就特别懂 老哥那个拳标的那个牌子也是一拳 我发现这特别有意思 所有的老板都是那种感觉 50岁以上的 这个店的老板也是老爷子 到底很多小一点 Geryfodai那一本就是 Tシャツ 是那么高的吗 真不高的 那是 Geryfodai的Tシャツ 是 是 是 1992年纪 大约 是 1992年纪 那年纪 是什么 2060岛 这个店的历史是最多年纪 快 上去年 死吧 哇塞 這個看就有意思了 丁丁 Look at this shit right here It's crazy I can't f**king take pictures 咖啡 让老板跟我们聊聊他这个店好像是专门做刺绣的 我很好奇他的这个店里都是在做什么 啊啊刺绣 嗯 そうですね 那我购买了 美国和亚洲 那是原本的 问问大哥 他现在几岁了干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现在50岁 店初来25年 哇 那我刚才看他那个工作室还有一套鼓 所以他也是玩了25年的乐队吧 这是我的乐队 这是大哥的乐队 这是他们的专辑 能不能让大哥给我们看看他的刺绣的作品 是Tattoo artist 合作者 不会啦 刚才路过呢 我完全出于好奇迹了 结果发现这个地方 所有东西都是我喜欢 我满意 我感情 Coin 看一眼这个东西 压死了 脑口口突然小 K 这估计感觉这家店算是这条街上 卖Vintage T最狂的了吧 埋葬 埋葬 撒不住了 看还有什么好 Machine 干嘛带一个 Machine 太狂了真的 当年那些90年代2000年的乐队 他们当时会出一些自己的周边产品 但是经过几十年二三十年以后 其实再能找到当年原版的是很稀有的一件事 所以刚才看见Machine Hand还挺惊讶的 你像这个Y Zombie的白僵尸 Y Zombie的这个其实我见过好多次 所以没有那么惊讶 但是刚才Machine Hand我真的第一次见 Body car ST的约组 Body car Trap 价格也挺赚的 我本来什么想买 无会摇满 SoFly Diam God damn 早知道准备现金来这进货了 有很多东西 这些小的地方 有没有看见 所以没有看见 对 是的 对 有些人都知道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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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住在家中有了 市民选择外賣的價格是早上升 市民选择在哪年前? 我昨天在10年 在一周溝通了20年と30年 嗯 東軍是美名大阪的地方 是的 古着和ヴィンテージ好人有名 但若一人有名 其实Reddywin我早就想拍 之前有一次帮朋友去南青山的Reddywin旗店店买东西 我就觉得哇店好帅啊 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靴子品牌 也是靴子入门级的品牌 基本上大家穿靴子最开始 都是先从Reddywin开始的 当然了这里面Reddywin的成功很大一部分 也跟亚洲带祸天王牧村拓宰有关系 牧村是最早把Reddywin带起来的人 我们当然还是进去好好逛逛 而且这整个给你解剖看 这样你看这个鞋出来了 还有这么多这种穿了很久 这种有这种着用感的感觉 这一看穿了很久 这是最经典的 原来这件最经典的是从这买 基本上我估计很多人第一双靴子应该都是这一双靴子 穿时间越长越快 鞋里面Reddywin最应该感谢牧村独带 至少在亚洲地区 刚一开始日本人当疯狂的 购买Reddywin 绝对是因为木村拓宰 当时木村拓宰的标配就是Reddywin的靴子 配一条原色牛仔裤 上时是Tenderloan的格子的毛泥大衣 或者是贝普的羽绒服 当时木村的造型影响了无数日本人 这个也很好 我觉得牛仔如果说马修 我觉得这个款式适合你 相对于这个 这个适合我 我可能更喜欢这个 是吧 你要穿这种鞋就又得换一身形 这种鞋适合什么形成 这种鞋适合一条圆牛 然后上身是相对应感觉的这种T恤 或者衬衫 牛仔那种感觉 阿美坎基 这种其实你现在这一身穿这个牛仔 嗯 就不会很突兀 但是你穿这个就会有点奇怪 挺想跟大家说 其实Reddywin前期穿的舒适性很差 就是越穿越会越舒服 对 当它的鞋底跟你的脚契合以后就舒服 但是在没契合之前你的脚会很痛 大概要多少时间 嗯 一个月 才一个月啊那还行 嗯 好等你真能穿了你就知道 如果你穿上它出门走路 就像我今天这么走 你就疯了 你就觉得他妈想把这鞋扔了 过去过去 周边缠 合着买个鞋还得买一套J 还得经常保养 对 因为其实靴子就是你可以穿10年甚至更长 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穿的时间够久了以后 时间穿的够久了以后 把这个底换 换了底以后就又能穿好多年 嗯 很多人摩这块摩擦不住了 把底一块继续刷 全标 这个刚才那个店不是有见过这个 对 因为这个是代表Redvent的最高品质 嗯 所以那个Vintage店很明显 它也是很明显那个店主也是喜欢Redvent 所以他会把一个这种元年的这种招牌 放在店里做陈列 皮鞋要洗吗 洗 刷 就拿那边的那个鞋油什么的去护理 对 坏麻烦 对 我觉得你啊 是属于那种 争取这鞋跟衣服都是跟盔甲一样 怎么造都坏不了 反正拿回来什么都不干 现在洗了 然后现在问这衣服能不能洗 是不是 回头你就去买 买的那Masterpiece那个面料做的包给你做身衣服 就是 人家不是昨天说了吗 放在马路上蹭都没事那料子 那最适合你 喝两天要喝的気持有的时候 喝酒就超好 哈哈 这都是基本酒鬼的 是欺欺人 告诉你再喝点没事的 他妈能做妈没事吗 他妈越喝越不行 这是 印度尼西亚的妻子 是印度尼西亚人的 爸爸是印度尼西亚人的 爸爸是印度尼西亚人的 这看有点烫 别指给我啊 大家给我烫坏了 烫不坏 烫不坏 不可能 这肯定特烫 做出来了 中国小时候的油门大虾味 真的 就是有点油门大虾style 好吃 真的 这挺好 这就是烫的 那那你二人怎么能接规我们了吗 我们要結婚一下 嗯 南波南波 南波 一眼是我 南波 在哪儿呢 在我最当中的店 呢 我觉得他上来的 学呐 图 哦 耶 最爱的就是羊肉 然后他刚才说这个酱是啤酒做的对吧 这样给这哥们招回家当厨子了 又好玩又好吃 他说话都得逗 你嗓子那么粗 那种事呢 一句 一句一句 算了 大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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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行吧 终于碰着一个会用导航的 我超精文的 从昨天到现在 这是第二个会用导航的出租车司机 剩下的全都不会用导航 出租车司机不会用导航 就跟你去餐厅 厨子跟你说我不会炒这道菜 要不你过来帮我炒 你们是干嘛的 你的工作是开出租车 你不会用导航 这就是自己拿个纸质的地图出来翻 我真的惊了 这什么你 他翻了半天没有用 你知道吗 到最后还是只要拿手机的地图告诉他怎么走的 算了就是也有好的地儿也有不好的地儿 我觉得东京不一样我记得 前面我们吃饭不是说他们喜欢东南亚媳妇吗 找越南媳妇那哥们 就是他买了好多韩国那种气泡酒 就是给我们都是倒这一煞一煞的 结果那半瓶压自己揉了 我们都没拼人干杯了 他自己给揉了 揉了得有三四瓶 对 我真的死了 但是特别逗 特别有意思 一直拉着宁宁聊聊天 我感觉给宁宁都聊绝话了 因为宁宁其实挺想回酒店的 不好意思 这跟我出来工作晚上的活动就是比较多 然后我更逗的是那个聚酒屋大哥 大家七个人喝的他满桌子都是酒 我跟宁宁爆菜饭各种吃 然后大哥到最后也不看那个单子 花多少钱说你给一万日元就得了 我怎么怀疑昨天他是赔钱干的这事 你知道吗 真的我真怀疑他昨天是赔钱干的这事 太疯了 真的 我来日本十年了 从来没参与过这种旅游style活动 感觉回到了小学跟着我妈去旅游团那种感觉 所有这些安排都是拍照的宁宁安排的 当时里边这灯闸不好看 当时可揍你我告诉你 当时官典人的地道 都不收拾到大碟 我们想到达后 还被宁宁安排的宁宁安排的宁宁 就是大碟 你真是不知的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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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殺他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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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殺 殺 絶対殺 殺他前天 我們現在是殺病 病毒 絶対殺 有敵亡 权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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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血 血